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7月12号 星期五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今儿跟大家扯淡的这个事 是一个中国留学生 在菲律宾的中国留学生 跟我们八卦的事 既然是八卦的事 大家就一听一乐就完了 别太当真 是这样的 菲律宾有一所大学 它的排名 一直在菲律宾排在第五第六 然后基本上就没跌出过前六 但是今年如果你查 你就发现这所大学的排名 好像是排在第九了 马上就要跌出前十了 不仅在菲律宾的排名 直线下降 就是在亚洲的QS排名里面 也是如此 以往一般是排在700多名 现在前一千已经找不到它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事 会对吧 大学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 还得从前两年说起 从去年前年大前年开始 就有很多咱国内的留学生 国内的学生到菲律宾留学 对吧 咱也就直接说 来菲律宾留学 也不是为了学什么 就是为了拿个文凭 所以有水博士 水硕士 简称水学 水博水硕 这么一说 甚至这件事情 当时不是还惊动了中流浮吗 所以对菲律宾当时 至少有五色大学进行严格的留浮认证 但是这些学生既然是来菲律宾留学 就说他就是为了拿一本病 所以在学习的口入上就很少 大家都是奔着花点钱 用最短的时间 把学历拿到 回去好做认证 该平支撑就平支撑了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达不到说 就是说真正能入学 或者说真正去读书的这么一个水平 特别是在英语方面 然后还是挺吃力的 但是为了就是说花了不少钱 能在这边顺利的毕业拿到文凭 肯定就要教好这边的大学的老师和教授 所以一开始就想别的主意 菲律宾人也比较的容易 也比较容易的沟通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老师也会暗示你意思意思 咱们这边的人多聪明啊 你让我意思意思 那我就意思意思 对吧 我意思到了 该给我的学历 你不是应该就给我了吗 所以呢 就是说 后来就是说 有不少中国学生在这边的大学里 就一开始是送老师个中国的特色小礼物 送个这个红包 可能里面几千批 后来那就干脆直接就送大额现金 可能从几万涨到十万 十万批 然后最后现金也不够了 就是给什么呢 给这个iPhone手机 据说呢 最高的是什么呢 最贵的是什么呢 卡迪亚的手表 反正我听到以后 我都惊了 我说 我怎么下学本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回应呢 平支撑 包括退休以后 据说 就是因为有这个支撑到位了 退休的钱也能拿不少 所以现在付出点钱呢 以后呢 可以拿的更多 哎 这我一听还觉得是 挺震惊的一个事 我因为不懂咱这个体系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事呢 反正我送这么贵的礼 我还是真理解不了 然后呢 其中呢 有一个学生呢 送礼送的是挺重的 然后这学生沉得不住气 反正送了不少的礼 然后呢 也顺利在菲律宾这边呢 毕业了 拿到毕业证书了 拿到这个认证了 回国呢 中流服务也给他认证了 所有的事业都唠听了 支撑也评完了 这学生呢 就把这个 菲律宾这所大学 和这个 就是说他的导师 菲律宾这边的导师 给举报了 举报到了菲律宾的教委 结果去年8月份的时候 那菲律宾的教委呢 就派人下来查这个事情 查完之后吧 是吧 这个学校的排名呢 就一落千丈了 不仅呢 就是他排名一落千丈 就连这个大学的奶妈 北美就是美国的一所高校 一直奶她的 所有奶就是给的资金 这所高校呢 从出了这个事情之后 也就不再给他出钱了 也就不奶他了 但是学术还保持交流 但因为这个问题吧 反正现在这个学校 排名呢 就下去了 就跌下去了 还提到以后 我们都非常感慨 你说他们这菲律宾人 对吧 一直under table 一直要挥钱 对吧 抓了一辈的鹰 没想到 最后还是让鹰 把眼睛给捉了 是吧 他玩小心机这场 说实在的 菲律宾人还是比他差远了 对吧 当然我们也没想到 你说还能这么 这么干的 是吧 牛逼啊 牛逼 得了 就让人家先扯到这吧 没什么东西